因为我的阅读兴趣挺广的 所以不同时候就有不同的书籍 我也试着 就是说轮流有识读 英文书有识读 华文书 书籍的内容包括自传 哲学或者商业管理 甚至是那些可爱的插图书籍 我一般上对于好的书 我喜欢看了又再看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我前些时候借给朋友 所以他几天前把它还给我 所以我就顺手也拿出来再读 它叫做The Alchemist 是关于一个牧羊少年 他是如何在 他是怎么寻找他的宝藏 对于这本书我是情有多宗 我其实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阅读了 在这十多年我也读了好几遍 我认为在每一次读的话 我都有新的体会 比如说当我在考虑要不要全职 从事Uncle Gregor的创作时 这个书的前半段 他就给了我很多启发 很多灵感 也有很多需要考虑到的空间 当有时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故事主人文 他怎么克服困难 他的决心 他的奋斗精神 就给予我坚持 坚持下去的决心 开始他出他的 打出第一步要去做他的 去寻他的宝藏的时候 他所存下来的金钱 就是把他的牧羊 全部给卖掉的时候 所存的那些金 全部都被一个小偷骗去了 虽然他被骗去了之后 他也没有放弃他梦想 他就暂时在一个 卖水晶杯的一个商人那边 就工作了一整年 而且他这边工作的时候 他也不 他也是充满热忱 就是还是想各种方法 就是在现有的地方 他想各种方法 使那个商人的 卖水晶的那个生意更加好 怎么蒸蒸日上 虽然自己被 在寻梦的时候 的那个旅程被打断 把他还是 继续对生活充满热忱 这就是我觉得 值得去学习 也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有时就是做 自己在新加坡做 搞这种所谓的文创 我们当然也是碰到许多的挫折 或者是人家不踩你 或者很多很多拒绝的 rejection letter之类 所以对我来说这种就是 虽然碰到这种挫折 不开心的事情 还是要继续努力 就是为了要记得当初 是为什么要放弃其他事情 来做这一项事情 然后就要继续向目标前进吧